TVB翻版陈法拉超拼搏,曾连续拍戏30多个小时体力透支被送进医院。 众所周知,TVB拍戏基本是要钱不要命的。 因为开工时常超支,薪资福利少,不少离朝的TVB小生花旦都吐槽过。 但现实还留在TVB的艺人,为了可以继续上位也是只好趁年轻拼一拼,了。 就好比如金正当红的新剑小花,朱陈丽,出道之初又翻版陈法拉之称。 2012年开始拍剧的她,是2011年港姐冠军出身,加入TVB以后的第一部港剧就被力捧为第三女主角。 五年下来,始终没有多少机会继续晋级,上位,来来去去都是被安排接演第二,第三女主角的戏份,没多少突围的表现。 不过幸好,在去年热播的超时空男陈中,和剧中第三男主角和广配组成人气情侣CP,成为2017年度当红的新剑小生花旦,既然如此那肯定是打铁要趁热。 TVB看到朱陈丽在五年下来积累了很多观众员后,决定力碰她。 于是在去年,先后安排她在平安谷之鬼谷传说,动人的时光座第三,第二女主角,最近动人正在热播中,为了配合这部剧,朱陈丽特意去学了钢管舞,只为可以剧中,可以有让观众满意的表现。 的确也是让小编我满意了哦。而在江波的港剧《特纪人》,兄弟中朱陈丽会是第一女主角。 其中《特纪人》是她在今年江波港剧的首部单大棋作品,所以她也是直接豁出去了。 因为该剧涉及到太多的动作戏份,所以朱陈丽为此做了不少事前的锻炼工作,也奋不顾身去拍一些危险但也不会用到替身的戏份。 去年9月份,朱陈丽随剧组在12层高楼层天台边缘上出现,拍一段心情不好,穿高跟鞋游走于天台边缘的戏份。 而这一段戏份,如果心里承受不了完全可以照替身的,但当时朱陈丽就是靠自己,靠幕后工作人员绑定好两条安全线保密,然后就直接上阵开拍。 一口气拍完不带任何歇息的,厉害吧?但也因为特纪人实在有太多连贯的动作戏,所以TVB小花再怎么努力,终有吃不休的时候,一度因为开工连续超过30小时,体力透支得不要不要的,加上当时还是夏天导致中暑了,最后直接是送院治理。 那就期待吧,希望特纪人让他有机会一炮而红,从新进花旦到TVB当家花旦。